第三章 正念日 每天 每时 每刻 人们都应当休息正念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却不简单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禅修班上建议学员 每个人都应该在一个礼拜中留出一天 全身心地休息正念 当然 原则上你拥有的每一天 每个小时 可事实上 我们中只有少数人能够如此 我们总觉得家庭 工作 社会事务 占据了自己全部的时间 所以 我迫切建议大家 一个星期留出一天 或许是星期六 如果留出星期六 那么星期六一整天都应当是你的 是你完全主控的一天 星期六将成为一道梯子 它会提升你 使你养成休息正念的好习惯 和平工作会或者服务团体的所有工作人员 不管工作有多么急迫 都有权利拥有这样一天 因为没有它 我们很快就会在充满烦恼和忙碌的人生中迷失自己 而我们的回应也会日渐徒劳无功 不管选出哪一天 都可以做正念日 为了设定一个正念日 你要想办法 在醒来时就提醒自己 那天是你的正念日 你可以在天花板或墙上挂些东西 像一张写着正念的纸条 或者一根松枝 任何在你睁开双眼时 可以看到的东西 提醒你 今天是我的正念日 今天是你的 记住这一点 也许你会感觉到 唇边的一抹微笑 这笑容 使你确信自己 完全安住在正念中 并且 能滋养出更圆满的正念 还躺在床上时 慢慢随顺你的呼吸 缓慢 绵长 且有意识的呼吸 然后 慢慢地起床 不是像平时那样 一下子跃起来 借由每一个动作 来滋养正念 起床后 刷牙 洗脸 平静 而放松地 做所有早上的事情 在正念中 完成每一个动作 随顺你的呼吸 看好它 不让心念涣散 平静地 做每一个动作 用安静 绵长地呼吸 来测量你的脚步 保持淡淡地微笑 至少花半个小时洗澡 在正念中 慢慢地洗 洗完的那一刻 你会感到轻松 且焕然一新 洗完澡 你可以做做家事 例如洗碗 打扫 擦桌子 拖厨房地板 或整理书架上的书 不论做哪一样 轻松 从容地做 安住正念中 不要为了感任 无作事 要下定决心 以放松的状态 全神贯注地 做每一项工作 享受你的工作 与它合一 如果做不到这些 正念日将毫无意义 如果你在正念中 做每件事 就不会再觉得 工作令人头疼 就好像禅师们 无论在做什么 举手投足 都会不慌不忙 非常沉稳 没有丝毫勉强 对于刚开始 休息的人来说 最好在正念日 一直保持沉静 这并不意味着 你一句话都不能说 你可以聊天 甚至唱歌 但不论是聊天 或是唱歌 都要对你 正在说什么 唱什么 保持全然的正念 并且尽量少说 或少唱 当然 只要觉知自己 正在唱歌 觉知在唱什么 在唱歌的同时 休息正念 也是有可能的 不过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的禅定功力 还很弱 在谈天 唱歌时 很容易 就会失去正念 午饭时间 为自己 好好准备一顿饭 在正念中煮饭 洗碗 早上清理房间后 下午 做完园艺 或者看过云 采完花后 在正念中 沏上一壶茶 坐下来 好好品尝 给自己充裕的时间 去做这些事 喝茶时 不要像那些 在工作间 写 胡萝卫下咖啡的人一样 要不及不虚 前进地喝 就好像 它是地球 绕着旋转的中轴 和缓地 平稳地 朝着未来行进 而不是 匆匆忙忙地奔去 过好真实的这一刻 这一刻 就是生活本身 不要做未来的俘虏 不要烦恼你 未来要做的那些事 不要想着开始 或摆脱什么 不要想着离开当下 化为树梨中 静静坐着的牙 化为微笑 成为这不可思议的 存在的一部分 宁立在这儿 无需启程 这块土地 就像我儿时的 故土那样美丽 请不要伤害它 请继续歌唱 晚上 你可以诵经 并抄下几段经文 可以写信给朋友 或是在这周的 日常事务之外 做些其他 你喜欢做的事 但是不论你做什么 都要保持正念 晚餐只吃一点就好 这样 在十点或十一点 坐禅时 空腹会让你 做得轻松一些 坐禅后 你可以在晚间 清爽的空气中 闲适地散步 在正念中 随顺呼吸 用脚步 测量你呼吸的长度 最后 回到房间 在正念中入睡 我们必须想办法 让每个工作人员 都拥有正念日 这样的一天 至关重要 它对这一周 其他日子的影响 是不可估量的 十年前 多亏了正念日 周文和我们 互几乎入团的 其他兄弟姐妹 才得以 引导自己 度过种种难关 我相信 只要实行 每周一次的正念日 你就会在三个月后 看到生命中 巨大的改变 正念日 会开始渗透到 一周内的 其他日子 最后 你一周七天 都会活在正念中 我确定 你会和我一样 认同正念日的重要 是个阶段 还是这么想的 我儿治疏 优优独区和香港